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接下來經過漫長的時間 我們終於就要來到 可能大家最感興趣的這個人物論的部分 那麼人物論的部分 當然相關的這個討論 那麼汗牛衝動 那人物大概也可以說 是對讀者最有吸引力的一個小說構成要素 那只是說我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作者在塑造這些人物的時候 究竟 他是以什麼樣的心態 以怎樣的認識 然後來塑造出這些形形色色 各自不同 那麼但是又這麼有意思的 那麼深不可測的這個人物形象 那會不會我們在這個閱讀的過程當中 不自覺的以我們現代人的觀點 或者是以人性本身所具有的一種本能的反應 導致於我們對於人物的認識 就因此產生出某一種偏向性的傾向 就是我們偏離了某一種更客觀 或者是更清 更完整 也更多面的一種掌握 所以我想我們在進行一個人物總論之前 我把我這麼多年來 在研究跟分析《紅樓夢》的一個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實際上真的人都在成長中 那麼我也經過很多年的思考 真的人要自覺 不要老是被自己的本能所宰置 那麼你才能夠從這個本能中跳脫出來 那麼不斷的反思 不斷的去甚至去檢驗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反應 為什麼別人會有這個反應 背後有什麼原因 那這些原因有沒有是人性中的 某一種本能的反射性的動作 還是其實是被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觀所制約 而不自覺的形成的一套這個意識形態 那這個呢都是我們要很自覺去面對的問題 因為你只有面對他然後才能夠超越他 然後也許我們才能夠更逼近 我們所面對的那個對象 因為要把腳伸到別人的鞋子裡 真的是不容易啊 真的好難 就是因為他很難 所以我們才要不斷的努力 那這個努力的成果呢 目前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就是現在講義中給你們的這一份呢 我把我的心得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們在進行人物詮釋分析 可以有哪些原則呢 那麼這些原則在過去非常有效的 幫助我重新認識《紅樓夢》中的人物 那麼這些原則不是一開始就自覺 道得那麼清楚 而是我用盡量很客觀的態度 去閱讀《紅樓夢》去認識這些角色 那麼越來越產生出一些反省 那這些反省後來果然在西方 他們透過哲學的論辯 透過一些文化的分析 那更明確的被確立出來 所以我現在是透過別人的話 來把我自己的心得跟各位分享 因為這些話我想他 因為背後有比較深厚的哲理的背景 比我這麼多年來所體驗到的 可以更精確的來 而且更深刻的來表達 所以我們下面所引述的 大概就是這些零零種種的心得 更好的說明 首先我非常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跟面對我們周遭所有的人一樣 那麼小說中的人物 除非這個作家實在是個笨勃 是一個第二流的小說家 否則他筆下的人物呢 他的鮮活、他的豐富、他的引人入勝 那麼就應該被當作是一個 很特定的具體的對象來看待 好 那麼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我們很多很多的讀者 那麼都很習慣的 在對小說中的人物貼標籤 事實上恐怕也不只對小說人物 我們對我們身邊很多人不也都是 很輕易的就貼標籤嗎 你就是怎樣啦 他就是怎樣啦 那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我一直很難接受 我真的非常難接受這種輕率的態度 那所以當我在面對我身邊的人 主要是小說中的人物 尤其小說中的人物是不是他可以 躺在那邊隨便我們來解剖對不對 我們可以像偵探一樣的去 搜羅各種蛛絲馬跡來重新建構 那所以呢更有充分的資訊 充分的資訊指的是小說家要給你知道的 他其實小說中都一定會給你 這樣聽得懂嗎 不像我們身邊的人 我們身邊有一個很大的困擾 是我們看不到很多東西有沒有 因為人跟人之間實在是充滿了很多魅影 讓我們失落也碰觸不到一些訊息 所以我們要了解身邊的人真的太難太難 那小說不是如此 所以更好的可以讓我們把對人性的好奇 跟探索的那一種窮救的那一種樂趣 可以充分去實驗 好 那所以這個過程中 這麼多年來真的真的 一個一個的人物在考察之後 我的一個整體感受就是呢 當我讀到路易杜蒙 他是一位法國的哲學家 當他我看到他寫到這樣一句話的時候呢 真的是身或我心 他曾經在他的一部書叫《揭絮人》 好 這個當然我想 對我們現在的議題來講不重要 重要的是下面 他對人 所謂的個人 individual這個詞 這個在西方來講就是一個字 他一開始就先對所謂的個人 什麼叫個人 因為人物一定就是一個一個的個體嘛 那可是那個個體 當你用individual來看待的時候 我們恐怕就已經混淆很多東西 好 而不自覺 所以呢 他首先就告訴我們說 什麼叫individual 什麼叫個人 他事實上有兩種意義 但是我們一般人都沒有察覺 所以全部混淆一概而論 然後亂七八糟 那個闡述你真的知道就是說 真的是一片混亂 糾結了很多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概念 那這麼一來 你怎麼去討論這個人物的特質 人物的價值呢 那常常就把特質變成價值 然後呢 標籤就出來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邊開宗民意 請大家一起來思考 什麼叫個人 個人只是因為他是單獨存在的 就叫個人嗎 那我們怎麼樣來認識個人呢 所以下面請注意 這個杜蒙他提醒我們要注意 至少這個個人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呢他指的是特定的經驗上的個人 那什麼叫特定的經驗上的個人呢 就是每一個個體都有他的生命史 都有他從小出生成長 他面對到的家庭教育環境 然後他接受到的同儕各種的意識的影響 然後才形成他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人你就要把他還原造 他是一個特定的經驗中來加以認識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對個人的一個切入點 那麼另外一個個人是什麼意思呢 他發現在西方文化裡面 我們現在也是這樣 而且我們不自覺在這樣操作 那就是把個人當作是價值的擁有者 什麼叫價值的擁有者 就是認為說這個個人他就擁有某種價值 他的存在就是體現某種價值 尤其在小說裡 對啊更是如此啊 因為小說中當然他不可能把每一個個體 充分如實24小時的各種樣態巨細米衣的 呈現出來 所以他被作家取捨過之後呢 在小說文本中的呈現 我們就很自然把他當作是作家 想要來表達某一種觀念 或者是某一種價值 我們就會這樣去看待 而果然如此非常糟糕的是 我們《紅樓夢》因為太吸引人 那麼結果一來呢 這麼一來我們的作者就更容易 把這個《紅樓夢》作的人物呢 很強烈的明顯的 把這些人物當成是價值的擁有者來看待 有沒有 我舉個例子你們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什麼叫把《紅樓夢》中的人物 當成價值的擁有者來看待呢 例如說把薛寶菜就是代表什麼理教 代表作為 那林黛玉就是代表姓林 就是代表自由 代表反抗理教 然後誰誰誰就代表什麼什麼什麼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不是我們很常見的嗎 我們的網路上到處都看得到這樣的操作方式 可是這是很有問題的原因就在於 我們完全忽略掉 我們剛剛所提到這些人物 只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 其實其他都是如此 我們都沒有把他當作是一個特定的 經驗上面的個人來看待 我們要進入到他所生活的那個空間 他的人際關係 他的內外在各種各種特質來認識他 然後呢我們就很快的 就抓到一些東西就貼上去 好這個人就代表什麼 那個人代表什麼 然後正邪不兩立嘛 例如說梅爾維爾的白金記裡面 白金就代表什麼 然後船長代表什麼 就一大堆這樣的操作都出來了 可是我想如果我們承認《紅樓夢》 不是那樣的小說的話 他不是把他筆下的人物 當成他是他自己某些信念的 一個傳聲筒的話 那麼他是真的客觀的如實的 把他所認識到的人性 那樣具體的呈現出來的話 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好好的呢 調整一下我們看待這些人物的心態 而把林黛玉、賈寶玉、薛寶釵、 萬兒、冥煙等等所有賈正、王夫人等等人 全部呢都把他調整到 他是一個特定的經驗上的個人來看待 好比說不要一下子就只看到賈正 作為一個大家長對子孫嚴酷的那一面 我們要不要思考一下 他過去是怎麼成長上來的 他到底有沒有發生過人生的重大轉變 而這個轉變的意義在哪裡 他跟他的家族關係在哪裡 以至於他用這樣的方式 來對待他的孩子 然後如何如何 那他跟他的母親關係又如何 像這些如果我們都不仔細的一一檢驗的話 然後立刻就貼標籤上去了 我覺得真正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讀者在耽誤自己 因為你永遠只看到你已經預設的這些東西 那《紅樓夢》不會因此而受損 我相信總有有眼光的人會重新好好的來看待《紅樓夢》 所以我們對於薛寶釵的這個貶低 我們對於王夫人的憤怒等等 這些東西並不會真正有損於這些人物的本身 那我們真的在耽誤自己 這是我最擔心的事情 我們讀書真的是為了要求得自己的成長 成長是什麼呢 看得更遠 看得更深 對不對 而且理解得更豐富 可是為什麼我們始終執著在那一個 會自我設限的成見上 那我想我們應該要掙脫一些 已經會限制我們成長的舊衣服的時刻了 那個舊衣服已經太狹窄而且太成就 它會束縛我們的成長跟跳躍 為什麼要把它牢牢的穿在我們身上而不自覺 那所以要自覺的把它脫掉 有一點要經歷一下拆積裂骨的追星之痛 可是沒有這樣的經驗呢 我們恐怕就會停留在原始的狀態 這個是我結合閱讀結合我對人生的理解 這真的是感慨很深 所以我們透過這位哲學家的話來提醒大家 真的你所面對的每一個人 尤其是在這麼偉大的小說家的筆下 他們都是在經驗中那麼一個很特定的個體 他不是一開始就用一種單一的價值觀而出現的 那麼所以呢請各位注意 下面我們接下去要談的就是說 那為什麼我們會很自然的 就用所謂的這個價值的擁有者 來看待這些角色呢 那麼這當然有各種原因非常複雜 有來自文化傳統的 有來自我們現代社會的這個時代的某些意識形態 也有來自於人性的一種本能反應 那麼我下面只提供幾個理由 來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快的就把什麼 林大約就代表本真 就是最真誠的一個人 代表自由的性靈 然後薛寶釵就代表是被什麼禮教給扭曲 然後因此是什麼什麼的人 為什麼我們那麼快就要去做這種分類 而且這個分類都是那一種很簡單的二分法 然後呢以後所有的其他的豐富的 這個人物的其他面向我們都一概看不見 我想我們的背後可能有一個自己察覺不到的 一個文化傳統 那下面我引述一位學者的看法 我想這個滿言簡意概的 他告訴我們說真的 我們的這個過去的藝術經驗 好 這個藝術經驗呢 當然包括閱讀小說 可是還有一種其實呢 就是透過戲曲的欣賞 而產生了一種呢 創作與欣賞者之間 唯妙的互相加強 互相調整之後 所形成的一種審美準則 那就是什麼呢 作家為了讓讀者更快的掌握 他的這些創造出來的人物 然後呢讀者也希望你作家你快一點 不要那麼複雜 你不要讓我費那麼多心力去掌握 你這些人物到底代表什麼 因為大家都只想娛樂 很輕鬆的閱讀就好 以至於呢在這種雙重的需要之下呢 共同塑造出一個文類的邊界 這個邊界呢就是他們共同的一種默契 然後這個默契底下呢 我這樣創作你這樣欣賞 而這在中國傳統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臉譜式的閱讀 臉譜式的塑造 然後或者另外一個人就畫的另外臉譜 我告訴你我是一個 美麗優雅的千金小姐 通常我看戲曲都是只愛看這種 才子佳人劇 因為比較漂亮 然後呢如果是什麼畫紅臉大鬍子的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很奇怪就是這些人物一出場 是不是我們大家就一目了然對不對 他在這個劇中代表的價值是什麼 他的立場是什麼 然後呢他的政邪 各種道德屬性清清楚楚 那這種現象呢 請各位看一下這個落地先生的話 他有講到喔 真的這個恐怕就是來自於我們 過去的這個文化傳統當中的一個 這個藝術經驗所帶來的 那原因在於他發現我們的這個戲劇構成當中 很特有的一個事物 那就是角色 注意這裡的角色跟我們現代的敘事學用的角色不一樣 這個角色是傳統戲劇用的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是班社 就是一個劇團 那麼一群演員他們各有所思 但是又互相這個互補相成的分工 就是有的代表這一派 有的代表那一派 那麼年紀輕的 年紀老的 然後代表正的 代表邪的 他們其實就是大家一些已經分工好的 那麼互相補充 互相相補相成的分工 所以他又是劇中呢 眾多具有相互關係的人物的分類 所以基本上中國傳統戲劇當然還有劇本 他是以角色登場 而不是以人物登場 那人物就是指比較具體的特定的經驗上的人 可是角色不是 角色就已經是臉譜化了 而也因此被扁平化成為一種價值的擁有者 也就是說他一開始連作家本身 都已經幫他貼上標籤做好份類了解嗎 那所以呢觀眾也一下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看到曹操就很生氣 有沒有一出來就很生氣 可是天下各位想一想 有誰是一出現就會告訴你我是奸臣 不會嘛 那所以呢了解一個人的深不可測 他的複雜就絕對不能這麼的簡單 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們的讀者 真的很不自覺的都用角色 而不是用人物來看待 紅樓夢中的這些各個構成要素 所以呢我們下面就要再補充一個 我覺得曾經給我很大的啟發 因為他呢 言簡易改的把我所發現的 用更明確的方式系統化的來說明 那就是英國的非常偉大 也算偉大吧 的一個小說家兼 一個文藝批評家 就是佛斯特 那麼在他的小說面面觀裡面 就提出 那麼人物當然是構成小說不可或缺 最基本的要素 那他有說啦 當然你可能會反駁 有些小說呢 他其實是用動物做主角 那他說這個呢 他說這個反駁不了我 因為即使用動物主角 也都擬人化了嘛 對不對 否則就變成生態紀錄片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所以人物就是最重要的 那他當然不是在中國傳統 這個戲劇文化底下做的觀察 可是其實道理是相通 他就說實際上構成小說的人物呢 你大約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叫扁平人物 那一種呢 就叫做圓形人物 那什麼叫做扁平人物呢 那我們的講義都有跟大家做說明 就是指在最純粹的形式中 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 而被創造出來 一個單純的理念 例如說他就是忠心耿耿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就是為了追求自由 那另外怎麼樣 這就是單一的 很單純的理念或性質 然後才被塑造出來的一個扁平人物 然後呢 因此他們總是只代表一種觀念或功能 那麼在整個故事當中 就只表現出公式化的言行 彷彿在他們的身上牢牢掛著理智啦 傲慢啦 情感啦或偏見啦 等等這些固定的標籤 所以他給我們的主要印象 常常就是用一句話就可以完全描繪 那所以他也非常容易辨認 也很容易對為讀者所記憶 那麼我跟你們舉一個例子 那麼佛斯特在他的論述裡面 就舉了一篇英國的小說 我沒有看過 但他舉的那例子非常有趣 他就說某部小說中呢 因為是一個莊園地主的故事 那你們知道在英國 那莊園地主是不是都有管家 對不對 那個管家都很重要的 甚至可能是中級醫生都在服侍著這個 他的主人 那很有意思 那我想呢 我們回到我們這個課題我要談的就是 他就舉那個仆人的例子 他說你看那部小說裡面 只要這個管家一出現 不管他說的是什麼話或他做什麼事 表面上話可以不一樣 做的事情也可以不一樣 可是歸根究底 你都從用一個角度 就可以完全的理解的通了 那個角度是什麼呢 就是他就是要為他的主人效忠 所以因為為主人效忠 面對這個人我說這樣的話 然後呢 為了要效忠主人 維護我主人的利益 所以我就做什麼動作 做什麼行為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說表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話語 或行為 可是其實都很簡單 一句話就可以描述 就是我要為我的主人效忠 那這種的就是標準的扁評人物 所以他很容易辨認很明顯嘛 所以呢 他就是所謂的 回顧一下杜蒙所說的話 所以我要跟你們整個聯繫在一起 所以呢 如果用佛斯特的這個區分的話呢 扁評人物就是所謂的 把人看作是價值的擁有者的那一類 有沒有 所以他很明顯 然後呢他用一個抽象的概念 比如說理智啦 傲慢啦 什麼這些 或者是什麼純真啦 虛偽呀 我們就用這些話就貼上去了 好那這就是 當然就是扁評人物 但是佛斯特他說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 事實上是更重要的人物 也可以考驗一個小說家的功利的 那就是他對於人性的認識到底有多深 那麼也因此才能夠創造出 所謂的原型人物 所以原型人物他其實有很好的描述 我這邊沒有做個說明 但是呢簡單說 所謂的原型人物呢 就是能夠以令人幸福的方式 給人以新奇之感 當然不只這樣 因為最重要的是 原型人物的生命是深不可測 他有陰影 他有我們看不到的部分 然後他呢穿梭在自理 請注意他活在書本的自理行間 而且呢他不被這個書本所限制 所以你必須跟著他一起呼吸 然後延伸到我們的小說 沒有觸及到的部分 那所以他說這樣才是原型人物 所以原型人物才真正深不可測 也只有這種人才能夠短期或長期的 做悲劇性的表現 那麼很簡單 要判斷一部小說偉不偉大 其實有一個標準 那就是他有沒有創造 或創造更多的原型人物對不對 你如果一部小說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原型人物 不能夠讓我們幸福也不夠新奇 然後我們這個人反正一目了然 然後兩三句話就可以把他所有的行為 都已經解釋得通 那這個小說家恐怕就二流或三流或不入流 對 那所以判斷一部小說的傑出與否 那真的是來檢驗他有沒有原型人物 而且夠不夠多 這樣懂意思嗎 而且尤其你要負擔悲劇性的表現 那你恐怕就非原型人物不可 那當然我在這邊要做一個補充 那弗斯特也沒有單純到說 一部小說裡面呢 照剛剛的邏輯 那是不是呢 所有人都是原型人物 就表示我這部小說最偉大 可不可以呢 當然不行 因為呢小說他畢竟是一個人為的藝術 如果每一個人都是原型人物的話呢 他的內部結構會非常混亂 因為他沒有一個穩定的參照系 所以他也說了 一部真正偉大的小說 對於扁平人物也是不可或缺 了解嗎 只是說他的功能就比較可憐啦 就是去襯托那些原型人物的豐富表現啦 這樣懂意思 所以呢偉大的小說是 第一個檢驗他有沒有或有沒有足夠的 原型人物 第二個他也還是必須要有扁平人物 這樣懂嗎 只是說當然你們都可以很明確的了解到 了解到構成這樣小說的主角 通常都會是原型人物 所以他才能夠那麼的動人 否則你覺得這部小說讀一兩遍 就沒有興趣再讀下去了 那就表示這部小說真的不能夠 一直在發人省思嘛 所以主角通常一定都是原型人物 那麼用原型人物來看待 《紅樓夢》中的這些角色 那麼就是呼應了杜蒙所說的 我們必須把他看成是特定的經驗上的人 你真的就是要回到他很特殊的 與眾不同的生命史 然後才能夠找出他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你可以看到 那麼的令人幸福的新奇之感 這就是我們做研究會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一直在尋優探聖 然後你會發現原來迎村不只是這樣子 原來齊村是那個樣子 那都跟你剛出看到的時候 會有不一樣的發現 所以我想我們把這些整個串連在一起 我非常希望各位要注意到的就是說 我們對於個人的認識真的太混淆 然後也太想當然耳 那把這些觀念釐清 那透過哲學的 透過這個小說的批評學的 那麼讓我們更清楚知道說 我們可以很自覺的調整我們的心態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人物論才會更有意義 而就此來說 我們回到《紅樓夢》 或者是《紅樓夢》所在的那個小說傳統裡面 有沒有人也發現到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其實有 真的不要以為古人很笨 古人很聰明的 比我們聰明 比我們有學問 那麼對於這樣的一個意識呢 他們事實上走在我們之前 那我就發現有幾位文人 是恐怕你們都不見得認識的 可是他的學問都已經比我們高 像明代的這個董 復 亨 好 來 請看一下 他就已經我發現到 有一段話 講得非常有意思 那麼他就是在讀史記的時候 然後發現到太史公的列傳 你們可能會說 史記不是史書嗎 史書不是要客觀呈現的嗎 不 我告訴你們 史書既然是人寫的 尤其在寫列傳 列傳是不是就是人物傳記 你要寫人物傳記 史家是也一定要透過想像跟虛構啦 這個是絕對無可置疑 尤其一個史家 他怎麼樣去模擬那個列傳中的主角 他在那個情境在戰爭或在什麼樣的軍臣糾葛中 他到底為什麼說這樣的話 為什麼有這樣的言語行為 他一定要設身模擬 知道嗎 他一定要呢 移情進入 然後這些東西都跟小說家的這個策略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一樣 所以各位如果上過中國文學史就會知道 我們的小說發展其中有一個重要的來源 其實就是史傳 是在史傳的這個系統底下 然後衍生出小說的這個創作來的 因為小說跟人物 以及跟史傳裡面以人物為主的那些記錄 是不是其實都是以人為對象嘛 那你要了解人 這個其實都有一個共通的條件 所以這個董復亨他就說 太史公列傳美於人疲漏處 刻畫不肯修 疲漏是什麼 就是你的缺點 你的弱點 那其實這個史家是不會放過的 那麼為什麼呢 他說蓋疲漏處 即本人之真精神 所以別於諸人也 所以你的缺點 你的弱點 甚至你不足為外人道也的那些陰暗面 其實才是構成你這個人呢 真精神所在 然後也是讓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否則太奇怪了 如果每個人 這個人是傲慢 那個也是傲慢 結果呢 林大玉的傲慢跟妙玉的傲慢等同 所以這兩個一樣 可不可以這樣推論 有啊 很多人就這樣推論 所以兩個都是欲知悲衷的人啊 兩個人都代表什麼反抗禮教啊 追尋自我啊什麼 就一大套這樣的想 當然就推論下去了 但是這兩個人明明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 而且他們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缺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古人在體察史傳的 這一個史家用心 他們實際上都已經感覺到說 我們面對一個人 即使是過去了的人 我們都應該把他當作是一個 特定的經驗上的個人 所以不放過他的疲漏處 好不好 好 所以紅樓夢也是如此 所以一個原型的人 當然一定有優點有缺點 或者是有一些算不得優點算不得缺點 有的時候是優點 有到另外另外病缺點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必須要非常特定的 在那個脈絡底下 然後各暗示的去看待 這個是呢 我們古人已經有發現到的一種態度 而那麼對於紅樓夢 知之甚深的知厭哉 有沒有也有這樣的體會呢 當然有 所以他非常討厭一般的小說 扁平化的描寫嘛 因為他們不是都讀了很多 材質家人小說嗎 那材質家人小說不都公式化嗎 反正家人又是就是十全十美 然後又貞結 又深情 又才智兼備 又足智多謀 又什麼奇怪這麼完美的 為什麼我們周遭子永遠沒看過 然後所以那些小說的公式化 就是這樣子 會讓人家覺得很乏味嘛 一點都不真實 然後全部都是一種概念的投射 然後都是想像的產物 然後根本上呢 就就是完全是架空式的那一種描繪 所以知批批評的太多了 曹雪芸大概實在滿不屑一顧 所以他覺得另辟蹊徑 我有我自己的一套 對於小說 因為這個小說是要負載我整個人生 對於人性所有的觀察 對於所有美好的 醜陋的一切的那麼一個反射 一個萬花筒 所以我們來看知批 他就很清楚的體察到 曹雪芸的這一番用心 以及他的才華 那麼知批裡面就有提到幾段 給你們做參考 那他首先呢可以說是以那個游氏 你們對游氏好像就比較沒有印象對不對 因為他好像不是很重要的角色 確實如此 但是即便這樣的人 他其實都是原型人物好嗎 所以我們藉由他來闡述這個道理 那知批說游氏亦可謂有才矣 他也有才喔 你們可能以為他是個滿無能的人對不對 所以也擋不住王熙鳳的攻勢 然後整個寧國府也沒有處理得很好 這個恐怕是一點誤解 因為我們不在那個環境 你不知道他做到那樣的情況已經是有才 換作我們去的話 早就亡掉了 好不好 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很高 不然喔 不然 尤其在那樣一個複雜的家族裡 他需要的才能遠比我們現在要高得多得多 好 所以真正如果從他們的角度來講 尤氏已經是很有才能的人了 而且他說論友德比阿鳳還要高十倍 阿鳳就是王熙鳳 然後呢 所以你看他其實有才能比不上王熙鳳 但是他的道德的那個層面 他的高度比王熙鳳要高十倍 你看 這要注意喔 知批說的話恐怕大概都是真知灼見 所以他的缺點在哪裡呢 請看下面 习乎不能見夫至家 這是他的皮漏處 就是他的這個缺點 所以呢 知批就藉由他來告訴我們說 人各有當 就是人各有當也可以 就是說其實人各有他的優點 有優點當然就有缺點 裝子腳就說了嘛 有成有毀嘛 你在這裡有成就同時也必然喪失另外一面 你不能說我數學很好 可是有可能喔 數學很好 可是對於藝術也很敏感 還是有這樣的人啦 那我的意思是說 好吧 好嘛 下面講的你們都可以同意了 你不可能說我現在同時上紅樓夢 又可以同時去上什麼愛情社會學 對不對 不可能啊 因為同一個時間你只能在這邊 總而言之 我覺得古人很聰明 好 那所以他讓我們看到說 欸 曹野晴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人性觀察者 那麼他也很願意很客觀中肯 而很豐富的呈現他所刻畫的對象 所以人各有當 那各有優點跟缺點 有成也有毀 那所以呢 他說要這樣子寫小說 才是至理至情 這才合乎一個道理 才合情合理的意思 所以下面你們看一下他又開始罪恨了 我們的執筆很不吝惜於表達他的愛憎 因為他們真的看到太多很庸俗的 然後很腐爛的小說大概實在很受不了了 所以他說罪恨盡之野史當中 這個野史其實注意一下 如果跟紅樓夢的文本參照來一起看待的話 其實包括牡丹亭希香記 還有才子佳人小說 怎麼楊太正外傳這些通通其實包括在內 他覺得很奇怪 這些小說中怎麼搞的 惡則無枉不惡 美則無依不美 他說何不盡情理之如是也 他覺得這根本不合乎真實的邏輯 所以請你們注意 盡之野史的這一種呢 惡則無枉不惡 美則無依不美 那是不是其實就是所謂的 把人看作是價值的擁有者的 扁平人物 這樣你們懂我的意思了嗎 所以對我來講 我們把這些相關的論述呢整合在一起 其實我的意思就在告訴你們說 首先從哲理上 我們先把個人的意義分清楚 一個是特定的經驗上面的人 而他其實在小說裡 其實就會以原型人物出現 那麼如果你把個人看作是一個價值的原有者 你就很容易把他抽象化 概念化 那他就會變成扁平人物 這樣懂意思嗎 但是我想《紅樓夢》恐怕應該是要用前者來看待 所以你們看嘛 那個知批又在發出他的憤憤不平 可笑 他前面是罪恨 現在又可笑 可笑盡之野史中 你看這就是野史 那麼蠻子羞花碧月陰提艷雨 真的殊不知 這個除是他的錯字 那知批症的錯字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好 他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露處 真正的美人是要有缺陷的喔 十全十美大概不會是美人 事實上我們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看到十全十美的美人 那麼《紅樓夢》中只有一個 但是那個人對我們來講很不真實 所以印象不深 就是薛寶晴 好 這個人真的很完美找不到任何缺點 可是奇怪我們對他好像就沒有什麼 很鮮明的強烈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這是有道理的 那當然薛寶晴他作者對他刻畫的還不夠啦 所以我想如果後面後四十回 還能夠繼續由曹友晴來親自延續的話 也許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風光 好 總而言之 真正美人方有一露處不就呼應了 明代董父亨所說的 疲露處即本人之真精神 有沒有 是使得他之所以有別於豬人的原因所在 這樣懂意思了嗎 那我覺得《紅樓夢》啊 我們應該要由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不必把妙玉黛玉那麼過度的餘養 他們的所謂的本真 我覺得他們的本真也談不上是一個價值 基本上只能夠說是他們的人格特質 好不好 人格特質跟人格價值是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我們常常混淆 那他有很率真的時候 可是那個率真是一種價值嗎 不一定喔 我很率真的說 你好醜喔 你覺得這是個價值嗎 當然不是啊 可是我很率真我忠於我的感覺啊 所以嘛 這個道理很容易就被推翻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不去想這個問題 率真是一種人格特質 但是絕對不是人格價值 請各位分清楚 所以呢 也不要就把率真就當作一個價值來看待 然後又像貼標籤一樣的 然後呢 把他貼在我們的這些人物身上 那這個根本上都是很嚴重的 對人物的削弱跟消逐事率 好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麼下面所舉的這些東西是這樣子的 我有一個最近這兩三年所做的相關研究的一個很深的感慨 就是說我認為 我認為曹月琴其實在《紅樓夢》裡面 雖然他主要是透過非常引人入勝的那個敘事來表達 但是他真的有在處處地方很微妙的 很間接的表達出他對人性之所以會是這樣子的原因的看法 你們注意喔 一個叫做是其然對不對 好一個是知其然 就是他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很豐富的客觀的全面的 很有意思的 很傳神的把他呈現出來 所以每個人物大概都有粉絲來支持對不對 但是我剛剛說的是我的體會是最近 這幾年慢慢我領略到一些訊息 那這些訊息是他也就是曹月琴 他在告訴我們說他其實了解到 他筆下的這些人物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原因 這樣你們聽得懂這個層次的差別吧 一個是知其然 一個是知其所以然 一個是在現象上面的一個充分的 完整的 傳神的把握跟呈現 可是知其所以然是在告訴我們說 他為什麼會是這樣子的原因 那這樣的原因是在哪裡呢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過的 這些都是特定的經驗上面的個人 所以他們其實都是原型人物 他們有很多的面向 而每一面也都有層次的差異 那麼如實的去看待他們之後呢 那麼我們還是要來可以追蹤一個問題 就是不要急著判斷他們的好壞 我們也許可以做的事情是 了解他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要知其所以然 那對於這個問題是個大災問 我的計畫在進行中 那已經陸陸續續有一些比較確定的成果出來 可是後面還在延續 意思是在說 曹雪庭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其實是非常周全 而且非常深刻 他絕對不是很簡單的說 我作為一個人性的觀察者 透過我的直接經驗跟我的思考 然後我把這些零零種種的多樣人性 在我的小說裡面組織的這麼樣子的生動傳神 不只是如此而已 他其實也在告訴我們說 我也很想瞭解人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他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是有原因的 那這個原因呢說來話長 我們下面只能夠用比較簡單的陳述 來跟各位分享 那麼就知其所以然的這個層面 那當然是我們一般讀者 大概不會去涉足的啦 因為這真的要做研究 我們只要知其然這已經很難了啦 就知道他是什麼樣子這已經很難了 不然我們剛剛花那麼多時間幹嘛對不對 好 果然時間到了 我們都活在時間之中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曹遠你怎麼樣來認識 這些人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的一個 整體的解答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只做一個 就是事實上可以分為先天跟後天 真的 人都有他的先天因素 這個毋庸置疑 這個已經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的很多科學家 包括心理學家甚至做實驗啊什麼的 都已經陸陸續續在證明 你們知道嗎 多麼恐怖 這根本就是一個決定論 讓我們覺得有一點悲哀 可是希望不只如此而已 那就是太多的實驗這二、三十年來 好多的證據都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人當然都有一些先天秉覆對不對 比如說一些人格特質 可是我最近看到的新的研究 包括英國的研究 竟然說 竟然說 你不要談說什麼勇氣啦 智慧啦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是不是其實後天是可以去加強的對不對 可是這當然也有先天的因素 有些天真比較聰明 比較理解力比較快有沒有 這個我們也都同意都有先天的秉覆 可是他說 讓我非常震驚 他說事實上連道德 連道德這樣的東西都有很大的一個成分 是來自於先天 是基因給你的 天吶 你不覺得這很恐怖嗎 我們本來總以為道德可以自覺而自覺 現在的研究說這些因素 這些特質 也很有一些比例其實是來自於天賦 那這個就讓我們覺得 天啊 那我不是根本一出生就被決定了嗎 那我們這樣的努力到底還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難免就會有這樣的感慨 不過呢 不過我們先不要感慨 我們就先來思考一下 好吧 先天跟後天 那這都不用講了 先天秉覆到底決定了哪些東西 這個呢 到目前為止還是科學家 非常積極去探求的課題 可是後天環境我想不用講了吧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什麼後天環境 會影響到人格的塑造跟他人格的內涵 當然是教育跟環境啊 環境最主要是不是就是家庭嘛 那麼尤其是在一個人在成長過程當中 最關鍵的那個時期就是你的幼兒時期 那所以呢 這個教育跟環境 當然就是後天的影響因素 那所以呢 我們對於紅樓夢裡面所談到的 有關人物的先天秉覆 他一開始是就告訴我們 其實一開始是第二回 透過那個賈雨村的一番話 他不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些人物都有很特殊的先天秉覆 那個叫做正邪兩父 還記得嗎 好 所以呢 這個正邪兩父就用來解釋 像寶玉這些人這麼的奇怪 無法歸類的這個情況 所以 所以呢這是用來解釋這種非常特別 甚至是可以說是病態人格的一個先天的理由 但是呢 各位不要忘記 不是誰都是先天兩父的 正邪兩父的好嗎 不是誰都是正邪兩父 只有極少數人是這一種人 可是呢 推而擴之 我們還是可以知道說 曹雪芹對於人物的一個先天秉覆的解釋 是不是就是所謂的氣本論 就是來自於先天陰陽二氣嘛 正邪 各自去從不同的比例來進行調配 所以構成各別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人格因素 好不好 然後再加上後天的環境跟這個教育 所以才會塑造出一個一個有別於別人的 各有其優缺點的獨特的這個角色 所以呢 我們以下 那個詹維克呢 請看一下 在1927年的一個研究有告訴我們說 在肢力發展當中 遺傳因素所佔的比例是高達45% 環境因素是35% 那麼另外的20% 是兩者互相作用的結果 結果這麼一來你們就可想而思 環境是不是非常重要 好 再來 主體心理學這是我要跟你們提醒的 那麼即使如此有這麼多讓我們無奈的一個先天決定論 可是他還是呢 告訴我們說 人還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 你可以不必永遠是安著壞心要往下流走 還只管怨人家平行 所以趙怡娘不要老是歸咎於說 她是一個妾的立場 你是一個人格不好的人 就是自己負責啦 不要永遠歸咎於環境 所以那個叫外歸因 我們不要老是採取外歸因的方式去寬容別人 或者是自我推卸責任 寬容別人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不要流予相怨 那總而言之來 所以我是下面跟你們介紹主體心理學 這派的學問 為什麼叫主體心理學的原因 就是他把教育環境都視為構成 這個主體心理發展的要素 所以這個叫做三維結構模式 但是他特別強調其中的一個 那就是主體的能動性 他認為主體能動性還是在人的成長 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 所以他認為我們還是應該反求租己 你是你的主人 作為你的主人 不要把你的一切人格的一個現況 都歸諸環境或歸諸別人 你還是要以自己來負責 所以下面的這一段就你們自己看了啦 總而言之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主體心理學的這個立場 就是請好好的扪心自問 反求租己 你要做什麼樣的人 這事實上是你應該要自己去反省 自己去做決定的 而不要一切都歸諸於外在的環境 真的 黑格爾非常喜歡的一個諺語 不能說是諺語 一句話 那句話是從一所欲言裡面引述而來的 那又因為黑格爾很喜歡引用 所以這句話在哲學界就非常有名 那句話就是 這裡就是羅德島 要跳就在這裡跳 如果你在羅德島能夠跳得很高 那麼事實上你在任何地方都應該可以跳得一樣的高 所以這就是這裡就是羅德島 要跳就在這裡跳的原因 不要說我跳得不高 是因為這裡不是羅德島 哎呀 因為我現在是在什麼離島地區 所以我教育資源不足 這個當然會形成原因 但是不能夠只有歸諸這個原因 所以任何地方都是羅德島 所以你要做怎麼樣的人 去反求租己 這個是必須人格自決的 就是這個決 好不好 那所以我們看待任何一個人 我想我們不需要過分同情 也不需要過分苛責 我們好好就事論事 然後客觀來探求這些人物的形形色色的各種特定的經驗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就會進入到人物總論 那人物總論就是完整的先做一個鳥看跟概述 然後再個別做人物論 明年再說